因为几年的时间 因为从15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做了 十年多的时候 年龄已经三个年代 张晓俊回忆说 今年已经28岁的他 常年在新渔市分离线工作 远在农村老家的父母 以至期盼他能够早日 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是通过不一天的一个 订阅平台 一个叫新渔 新渔这个一个教育的平台 包括那个熊云这些人 他发布了一条这样的 他的本人叫熊亭亭 年龄到7岁 新渔有两个不太担当的方式 想到这些十年来到了 过来 2015年年末 在一个交友平台上 张晓俊看到了这条消息后 对这个名叫熊亭亭的女子 十分心动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他立刻按照这条信息下 留下电话联系上了这名女子 在微信中 张晓俊和熊亭亭两人交谈甚欢 熊亭亭提出 可以线下见面 再彼此增进了解 张晓俊便马上从分一线 赶往新渔市区 张晓俊感觉到 这个名叫熊亭亭的女子 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重 完全不像是27岁 为了打消张晓俊的顾虑 熊亭亭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给对方查看 但就在看完身份证后 张晓俊开始有所疑惑 他觉得身份证的照片 和熊亭亭本人相差非常大 因为同情熊亭亭的悲惨遭遇 张晓俊立刻打消了疑慮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她 非常想保护眼前这个女子 熊亭亭说 自己的父亲 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总裁 家境优越 在新渔也有非常多的房产 自己平时都开高档车 这也让张晓俊格外清新